來看看就是幾種不同的就是用互動的方法 因為我們剛剛這一種是不是我點了他就執行了 對不對那這種的話變成說我今天如果說我改了 你看你們用的就是這個有沒有模擬器的 好那你如果按了執行請問這裡可不可以再改 有沒有發現不能動對不對 所以你記得程式要先停止你再改這些內容 那哪裡有互動的我們往上看 你看剛剛我們用的是右手邊這個模擬器 左手邊有沒有一個燒杯 因為要做實驗了嘛 所以你這裡按一下有沒有跑一個互動區出來了 那麼因為這樣兩個疊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拉到旁邊 這個也可以啦有沒有這個也可以拉 所以看你喜歡放在哪裡 那麼我現在這個地方他有好幾種互動的方法 等於說在他積木裡面他已經幫你設計好了 你如果超過這些範圍的就要怎麼樣自己寫程式 對不對好等於說好像軟體 有的功能是這些不夠的就要靠自己來 我們有沒有一個叫點擊燈泡 是不是有一個燈泡在這裡了 那麼留意一下 這一塊的區域呢是由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網頁互動專門的積木 這裡的積木就專門控制這裡 這樣了解了 上面的積木就真的是控制硬體的部分喔 硬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下 如果按下這個按鈕 他就會怎麼樣 把這個燈打開 那這個燈打開 請問這張圖要不要換一下 要變成會亮的啊 所以有沒有兩個動作要做 有兩個動作要做 來你看這裡 點擊燈泡 這個我先丟掉 對了跟各位提一下 積木要丟掉有幾種方法 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最簡單 點到它按Delete 有沒有這樣就不見了 第二種你可以丟到左手邊 這樣也會不見 第三種有些人比較重視覺的 丟到右下角 因為垃圾桶會打開 這樣可以嗎 有三種方法隨便你啦 好 那麼我在這邊 我就不要用剛剛那個 我這個燈泡對不對 來 我把它打開 燈泡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點擊燈泡執行什麼 好 就把它拉出來 好 拉出來了 那我現在要做兩件事情 就是剛剛 下面這個燈要換 這裡要換 上面LED燈 有沒有一個 叫按 當然裡面你會off 可是我們 按下去之後 各位應該知道 有一種開關是按就開 再按一下就關 那就讓它自動切換就好了 所以有沒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拉進來 這樣就好了 好 那 燈泡也要換 有沒有發現也有燈泡的狀態切換 燈泡封置的是誰 是這裡 就不是這個燈 跟它沒關係 所以 拉出來 這樣就好了 按下去 這個時候 當然要互動 按下去 有沒有亮 那你知道如果改那邊也會亮嗎 了解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互動 那有沒有人要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出來 我才要點我的啊 這裡 這裡 我現在透過Wi-Fi 你看 點下去 這裡 這邊 對不對 如果我這樣一點 請會不會亮 會齁 來 我先關掉 給你掃一下QR Code好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開一個東西一下 不然等一下 等一下 有人會說為什麼不能控制 給你掃一下 看我的燈會不會亮 這樣 看誰第一名喔 好嗎 欸 我手不動喔 哈哈 有人已經在玩我們家的燈喔 我告訴你 通常邊家燈比較好玩 哈哈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 其實透過網路的話 我們這樣子 其實就很 能夠輕鬆的 就可以去做控制 好了齁 了解了 所以 給你先玩一下 第一種互動方法 好不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什麼 記得先把它停掉 因為你沒有停的話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能按 程式一定要先停掉 那麼你可以把它換到 我們這個點擊燈泡 那相關的互動的積目 都是由左下角這個來控制的 來 換給你 實際上 檢友